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4年9月18日 星期三 今節和各位朋友一起講講 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中秋節的生意 據報又跌 王家禍估計跌多少 另外希望未來一些重要節日 大家留港消費 最新的市道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邊也講講怪物 據報有一間餐廳 沒有倒閉 不過竟然被人貼了一些地產的招租廣告 搞到餐廳要急急澄清 因此沒有倒閉就被人說倒閉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奇聞怪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王晉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灣仔的紅記美食 在中秋之前 產備結業 突然遭到地產貼了 招租廣告 店家露棍那間公司 很草率 那內文提到 灣仔的紅記美食近日透過社交平台專頁 發出多則的貼文和動態 虎數的門店鐵閘 突然被某家知名的地產代理商 貼了多張的招租告示 引來外界誤會 紅記美食 將會倒閉 店主發貼文露漆 就說 近來 我們已經被拆招牌 今晚又被招租 到底 是甚麼玩法 搭棚 是否代表倒閉 店主澄清 嚴正聲明 我們沒有結業 沒有頂手 沒有倒閉 也說 現今 我們這些小市民 做小生意 已經 白上加根 露漆地產公司 招租 所謂招租前 未有查明事實的真相 行為 草率 就說 居然 可以做到一個 所謂聰明的行為 批評地產公司 犯下嚴重的錯誤 足以影響小店的聲譽 引來食客的誤會 他就說 懇請大家 不要誤會 店家是會繼續堅持煮下去 鐵文引來大批網友和食客的關注 大部分人對攝市的地產代理的 招租行為表示不滿 就問 有沒有搞錯 也都說 其實會不會是 業主偷偷地聯絡了他們 也都認為店主應該要向相關部門投訴 也都建議循法律途徑 要求對方賠錢 當中獲得店主回應指 就說會打電話去地產代理監管局投訴他 有不少支持者留言 表示會繼續力撐這間餐廳 紅記 更加會身體力 相關的地產代理可能最近在結業潮十間有九間執的狀態下 不斷貼告示貼錯了 說相關的地產代理不知會否有進一步回應 據報店主已經向相關當局投訴 另外也提及市道情況 HK另一個報導 中秋節食市生意跌了15% 內地團消費力減弱 王家和希望國慶留港消費 內文提到中秋人月兩團圓 今天9月18日是中秋節的追月日 但飲食業生意未能大團圓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在電台節目就說 今年中秋節食市生意較去年跌了近一成半 主要是市民不常消費 及趁家旗到大灣區以外的城市 又或者去東南亞旅遊 港府在昨天9月17日公佈 11國慶推出超過400項活動 王家和預計 國慶的黃金州 每日約會有300個團 是內地團來到香港 較平日百多個團多一倍 但在消費力減弱之下 平均人均消費 估計會低約會兩成 他認為最重要是 吸引本地市民流港消費 以上來自HK的一個報導 王家和都說得很坦白 中秋節生意跌一成五 不過估計 這是保守估計 礦仔的觀察 應該跌得更多 昨晚去酒樓吃飯 發現本身做兩輪生意 都是做一輪 都沒有人換桌子 不知道各位網友各區的情況 昨晚中秋節氣氛 都一半半 一來又下雨 二來 去到吃飯的地方 都不是特別需要等位 之前預約的話 基本上都不用煩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王家和呼籲 未來國慶 希望大家流港消費 不過估計到其時 更加多的香港人 應該會不上 因為國慶 是不是 親近大灣區 結果 消費力有機會 又去了深圳 不知道各位 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過言 聊聊 另外也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觀塘的巧明街 私家車撞單車 中年男子 倒地受傷 內文看到 今天9月18號 上週7點 54分 觀塘巧明街 發生單車意外 一個約摸 50歲至60歲的男子 踩單車的時間 被私家車撞倒 倒地受傷 救護車到場 將事主送往 伊麗莎白 醫院治理 傷者送丸的時間 清醒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有單車意外 撞倒的時間 這個男子 要送丸 治理 暫時未知情況 有待跟進 另外也說 治安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尖沙咀私家車 行車證過期 4個月 司機遇到截查 非常慌張 再揭發他 藏有32包毒品 兩文提到了 尖沙咀發現 毒品快餐車 在今天 9月18號 凌晨 2點 警方 投資 俄士甸道 變電站 對開 發現一部 Mini Cooper 行車證過期 事意對方停車 看到連約30歲的司機 神釋 慌張 於是 守車調查 揭發車內藏有使者 19,000元的綠安酮 冰毒 和何卡恩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首先私家車的行車證過期 另外 30歲的司機 神釋 慌張 於是 似乎SIR就守車了 今天說 手毒冰毒 何卡恩 這些估計都是尖沙咀賣給青少年 或吸毒人士 所以這個人都抵拉 最新情況 拘捕了一個36歲姓朱的本地男司機 另外也說說這個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一個港女疑似在公屋單位裏面 遭到偷拍 大腎一個位置 令人感到不安全 網民雜思廣益 這個解決方法 兩人看到 在公眾場所被偷拍的事件 屢見不鮮 不過原來在家 都有被偷拍的風險 近日有一個港女 在社交平台 小紅書之上 分享她在屯門公屋的單位 疑似被陌生人偷拍的經歷 更加表示因為屋內一個位置 更加令到她感到尤其高危 苦神本來以為家是安全的 當中說到事主就說事發當晚 她和男朋友兩個人在家 忽然發現有部手機從外面 塞進來 疑似在偷拍的 這個女事主就說 當時被嚇到 大腦有些 輕機 停了 刷割異常過後 男朋友立即大聲 學子 並衝出門外 原來那個偷拍者 企圖 是從 氣窗那個 那規當中 偷拍屋內的情況 事主就說 氣窗雖然從內部 鎖住了 但對方仍然找到一線 較為鬆動的窗 將手機 硬塞進來 偷拍 鐵文引來 不少網友對於家居 安全隱憂的討論和建議 有網友分享 指自己也有相似的經歷 提點應該細心留意 屋外的情況 就說 以前被人 打開窗 投過一些燃燒的報紙 幸好我媽媽發現了 如果不是 後果 不堪切想 另外 有不少網民留言 表示 氣窗的設計 單靠窗鎖 未能夠完全 保障安全 建議事主加裝 防偷盔的玻璃 和槍砂 這樣說 以上來自星道日報的報導 小紅書的女子 就說在公屋內 竟然被人偷拍 偷拍的人 從氣窗 硬塞一部手機 進來拍 都不知能夠拍到什麼 因為這樣硬塞進來 估計 踩線 看看這個單位 那個的擺設 估計來偷拍 另邊箱 和氣窗有關 雖然火柱 將會封閉這些氣窗 不過也惹來爭議 因為封氣窗後 空氣流通問題 會不會有所影響 都是未知之數 令B商最新在小紅書 就有這個熱話 就說氣窗 被一個陌生的人 放一隻手進來 拍屋內的環境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國賢 聊聊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